27號到29號之間 這邊有新增了120例的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 那其中有10件是非嚴重的不良事件 那死亡有8件 其他疑似嚴重不良事件是52件 那這8件死亡裡面 有這個2例是A疫苗接種後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齡是在54歲到69歲之間 那是疫苗接種後的2天到21天之間發生 那另外同期間新增4例的Moderna疫苗接種後 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齡是67歲到73歲之間 那是接種疫苗後38天到50天之間發生 那另外同期間有新增2例是高端疫苗接種後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齡是40歲到46歲之間 那是接種疫苗後 2天到4天之間發生 所以這個我們的紀錄 目前高端就是6例 6例接種後的死亡 委員的部分的話 我想VICP的部分跟ACIP一樣 也是遇到如果跟他直接利益衝突的案件的時候 都會進行回憑 那他們有沒有 目前他們在審查的部分的話 應該還沒有審查到 還沒有審查到這個高端的案件 台中的這個個案嘛 台中個案他是在 這是30幾歲的女性 那是在8月27號有接種高端疫苗 並沒有不舒服的情況 到29號下午5點多 那出現全身抽搐 雙眼上吊 指數是心跳快喘不過氣來 那家屬是有送到醫院急診 那到院後的這個意識 意識清楚 生命真相也穩定 那心電圖跟抽血檢驗都沒有明顯異常 那有經過急診的流關 症狀環節 在今天上午其實已經離院返家 那下午還有再聯繫 今天下午還有再聯繫 那目前狀況是良好 所以到底是不是因為 他的疾病的診斷到底是什麼 可能還要再做進一步的 一個瞭解 那是不是跟這個疫苗有關 那當然還要再做進一步的 一個調查